快根植物热门腿间 龙骨扇 各位植物学家们大家好啊 今天呢要讲一棵快根植物 它就是快根植物中非常冷门的一种 冷门到什么地步呢 之前我们的视频素材是可以在网上获取到的 而这种植物在网上的视频和图片也非常的少 人气极度的冷门 那它就是今天的主角 牛儿苗科成员龙骨扇 它又被称为温达骨扇 温达骨扇 商品名 大家称它为鱼骨扇 它是龙骨葵属的植物 在1996年被归入了龙牛儿苗科 在这里它原产于南非和纳米比亚 非常干旱的沙漠地区 大家一听这个沙漠地区 眉头就一蹴 你说的不会是那个那个地方吧 没错它就是大辣马跨南 又是那个神奇的地方 在那里物种十分的丰富 不仅有黑皮越界 白皮越界 这样非常知名的植物 也有像龙骨葵 龙骨扇 这种相对冷门的植物 而龙骨扇要比龙骨葵更加的冷门 龙骨葵的兴起 是因为黑皮越界和白皮越界 在中国的这个人气是非常高的 但是这个热度 还是不及这个棒垂树鼠的植物 白皮越界和黑皮越界 现在也慢慢的变了冷门 这个市场就是这样 它是一种炒热度的一个行为 那热度在棒垂树鼠上面 它们会从下牙宫 下牙玉 然后伊沃棒垂 凯迪棒垂 慢慢的往下去挖掘 现在挖到了这个其他的一些博士棒垂 巴士棒垂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而黑皮越界和白皮越界 它们本来也是可以慢慢的进行挖掘和热炒 但是由于黑皮越界和白皮越界 现在的名气被别的植物所分流 所以下面的这些植物 慢慢的也会变得比较冷门 于是它就被打入了冷宫 这种植物它不仅是在南非地区有 也广泛分布于其他的地方 非洲的一些局部地区 还有西亚 还有东印度都有它的身影 它们发生生长于这些干旱的 干燥的这种沙漠地区 发现在岩石山坡或山坡秘石 风化石灰岩裸露的这个红沙丘上面 它的生物分类学上面 它是属于木兰缸 蔷薇亚缸 蔷薇超木 龙骨葵鼠的 这个鼠呢 它下面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子分类 如刺月界呀 恩格斯龙骨葵呀 黑皮越界呀 黄花龙骨葵呀 还有就是龙骨扇呢 这样的 它们都是以英国植物学家 安妮蒙森夫人的名字命名的 它是南非开普敦周围的植物和昆虫收藏家 该鼠是由草木或灌木组成的 这也是这位植物学家所收集的主要种类 因此这个鼠都是由它等于并且记录的 所以用它的名字去命名 通常它是具有木质主干和深藏的这种肉质主根为主 天竹葵科的植物呢 长期因为它的原意价值而被广泛的被人种植 而龙骨葵鼠的其他的这些成员 则深受多肉爱好者的追捧 覆盖的腊质肉质的这种枝干是非常容易点着的 即使在潮湿的情况下 人们也可以用其当作获种 是当地一种生活的好材料啊 是吧 所以它经常被人用作点火 这也是它的实际功效 像龙骨葵鼠的植物呢 非常的容易生长 然而除了龙骨扇和龙骨葵之外 它们在移植之后却很少能长出新的根系 所以它即使是移植的或栽培中 偶尔才会开花 开花是比较难的 意思就是说除了龙骨扇和龙骨葵 它们比较有这种环境的适应性 能够这个声装发根会相对容易一些 其他的植物声装的这个发芽率 发根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买养定的 像龙骨扇也被当地人称为布虚曼蜡烛 前面讲布虚曼蜡烛指的就是这种覆盖植物 净的这种易燃蜡质层 不知道为什么是什么原因 导致龙骨扇在生长的时候会长出这样的结构 这不就是天然的那个火 点火的材料吗 是吧 当地这些 当地最好的这种生活的材料就有了 这种南非本地人非常常见的 这个龙骨扇所的植物非常的适应沙漠的条件 很多人会认为它是蒙索尼亚的一种 也就是另一种龙骨扇 它的生长的肉径通常是在贴着地平面而生长的 在地平面几英寸的地方生长 是这种葡萄状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灌木丛式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的叶子非常的小 像蕨类的植物 当它的叶子死亡的时候 每片叶子的青柄 就是叶柄会变成刺 它的花朵是迷人的白色到浅粉色 这种植物通常在缺水或者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 就开始掉叶子 然后在水比较多 环境比较充足的时候 它会重新的长叶子 然后这种植物呢 就像一棵小树 非常的容易 非常适合去做盆景 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植物 后来也是被日本人进行了这个栽培 然后慢慢的在小范围之内兴起 然后随着黑皮和白皮的这个热潮 然后下面会延续到了一些龙骨扇呀 我们这场见的龙骨扇品种就是格斯龙骨扇 然后后面的一些其他一些品种 就是白发龙骨扇黄发龙骨扇 然后到了后面 终于要炒到我们的温达古城 也就是今天的主角 这个时候 然后这个植物突然就变得不是很热门了 因为现在的主要的快针的方向是展览类的 然后还有这个 荒垂树鼠的 然后一些其他的一些葡萄温鼠的 这个东西都是比较冷门的 这种植物 它的枝条直径一般在0.5到1厘米 带有稀疏的刺 大部分都是水平生长靠近地面 树皮呈灰黑色至橄榄绿色 这个它在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 像纳马卡兰 它平时是沙漠时 它就会变成生灰色 带到当地的那个水草比较丰富的时候 变成橄榄绿色 这样就和当地的杂草融为一体 避免被当地的哺乳类动物所啃食 它的主干直径5至8厘米 至于它为什么长有这个白色的蜡质层 容易点燃的这个特质 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的说法 有人认为是为了防止亚虫等这些蚂蚁 这些去啃食它的树干 那个蜡质层是对这些小昆虫 是有刺激作用的 作为一种保护 而它的叶柄掉落之后会变成刺 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是为了抵御哺乳类动物 猎食类动物的一种啃食 它的刺非常的细 非常的直 但很少能够超过25毫米 积部呈倒软型 它的叶子小肉质 葛质的那种感觉 它醋状或单身在刺的叶下部分 鲜绿色 宽椭圆形 纸心形 8至10毫米 乘8至10毫米 乘8至10的这样的一个 小的 非常小的一个叶片 它的花非常的大吧 算是 然后可达3厘米 或者是更多 单独出现 一等鳄片长5到10毫米 没有毛或者是细毛 成花瓣5半状 有皱巴巴的纹理 就会好像是 那种叫什么 美纹纸 就那种感觉 有的是成淡粉色 到白色的叠形 专家认为 它的花的颜色 是跟谁当地的雨量的丰富 是否为主 如果它特别干的时候 会成为白色 如果它比较湿润的话 当地那个季节 水分雨量比较大的时候 会呈现这种淡粉色 这个和它植物营养有关 也有认为是跟基因有关 认为 一般这个植物的花都是白色的 粉色是打交出来的 因为当地除了这一种月节 还有其他的月节 可能是次月节 可能是格斯龙骨葵 什么 就很多 它们的花粉被打交 所以那样 总的来说 这龙骨葵属的植物 是一种非常有装饰性的植物 在栽培中很容易种植 它非常适于屠栽 种子种植的植物 在栽培中茁壮成长 还能开花 而进口的这种生装 偶尔产生新的根系和花朵 但如果能从活下来 就可以活很多年 它们在完全生长时 需要阳光直射 而夏季最热的时候 当植物进入休年时 最好不要让它 长时间的接受暴晒 要注意这一 然后在它浇水的时候 一般就是6到10天的定期浇水 同时它们处于活跃的生长期 和活跃的生长期 然后会产生新的叶子 在休眠时间 在栽培中 最好不要让植物进入休眠状态 全年的浇水 然而即使在栖息地之中 龙骨扇 好像也是机会主义者 在降水时会做出反应 一旦有叶子出现 枯黄或者是变黄的时候 就应该不喝水 栽培植物周围有大量的 怎么说呢 水蒸气可以使它们叶片去吸收水分 这时候不要过度的去浇水 要保持通风 要保持良好的空气循环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它一定要有比较透气的环境 因为它根系比较脆弱 一定要用75%的腐蚀 或者是熔岩沙质类的 沙蜜类的这种机制去栽种它 它非常容易从种子进行萌发 很容易发芽 应该播种在土壤表面之下 就是腹土发芽 它的种子生长是比较快的 它的小苗不要承受持续的干害 要多浇水 它才能长出比较旺盛的根系 所以养这种植物的话 后期如果你要是买成猪的 就是产地的那种的话 一定要买养定的 然后这个品种是非常冷门 但是挺有意思的 作为品种生长来说 目前在网上找不到什么其他视频 上面的视频呢 都是小兴的这个大棚里面有的这些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看看哦 那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小兴视频 麻烦每个一键三年 这对我非常的重要 如果有需要 欢迎来到我的店铺 那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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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